在香港,無論是做幼稚園、中學、小學校長,都已經很難做了 不是只是教育,而是要怎樣賺錢、投資基金,而做大學校長更難 香港大學校長更難,牽涉政治一點 身害革命法源地,多難做 除了學術自由要保護,還要保護言論自由 徐立芝算是做得不錯的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徐立芝,不是因為他姓徐 但我覺得徐立芝在所謂八一八事件 這個事件當中,我覺得他算是處理得很得當 什麼?什麼得當? 即是說的意思是之後… 得當就不用下台了 現在政府覺得是不得當 我們當時市民覺得他… 不是,是因為事後他拉貓,你明白嗎? 事後的時候,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怎麼安排啊? 我不知道怎麼安排啊 那警方說,有沒有可能不知道啊 老友,那是私家族地 我們不止自己衝進來啊? 不是,後來呢,由港大那邊說出來 所謂不知道的意思是不是他們決定的 為什麼呢? 警方說是港大決定的 要求,主動要求 後來原來不是的 即是,現實發言就是警方提出 要求要封閉那裡 那港大是知道 不過呢,就叫做說 好吧,那你說為了什麼? 為了交通啊 為了安全啊 那後來才發生這個禁固事件呢 我覺得 垂立之的反應 我們當時也讚過 即是說,他是反應得快的 即是反應得快 為了保護香港大學的聲譽 亦都肯,好像你說 他肯站出來道歉 肯反應 這件事呢 其實 最少他是即時 不是收藏自己一段時間 希望側側薄 側薄 所以這個取態 我是認同認可的 即是這樣說 如果你是徐合資 或我是徐合資 我也不做了 逐什麼樣子 老實實 人工又不是高 福利又不是好 名字好聽的 香港大學 即是校長 只好聽兩個字 然後你還要 什麼嚴重 那麼大壓力 退休 由環遊的世界 休息就好 不過今次 我也是站出來說 他自己不續約 好就是他自己主導不續約 然後 港大廈梁志雄 代表校風 哎呀,真是 做場戲 做場戲 這些招 一定不是在記者招待會做的 但是場戲太差 兩個人做得差 徐立芝和梁志雄都做得差 差的 怎麼差呢 他們不是棄子 徐立芝的理由 就是牽涉到無論 就是什麼有入有出 哈哈 大家聽起來都知道是假 我不知道是不是專門說 這麼假的東西出來 至於梁志雄呢 你太過興奮了 你表現得 還要說五分鐘 那些 在表情那裡 完全說 我很開心 你終於走了 哈哈 就是兩個人做戲都太差了 但是 現在始終究竟有沒有政府施押 這是很多時候要交代的地方 就是 是不是政府施押呢 如果這樣 就是一個政治事件 沒有的 政府不需要施押 這件事 不需要直接施押 第一 不需要直接 這件事沒有那麼傻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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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什麼什麼打碼 原來是代表局長打來 你試過 對我們香港政府仍然 有代表局長打來 問候你 那你會不會續約呢 我們想了解一下 真是傻 我都說 很單純 只是想 你從垂直 自己個人想 你就知道 如果去到這麼複雜 整件事情 我需要不需要玩下去 未來還有更複雜的事情 將會 這件事之後 怎麼處理呢 不如留下屆 其實不玩 你看到很多人 不玩 反而能夠有一個新的天地 以前我們訪問的馬時亨 不玩又有一個新的天地 所以這也是香港市民和傳媒的惡果 當香港市民這麼惡 即是有部份香港市民這麼惡 不是全部 再加上傳媒這麼惡 其實一些不懂處理外交 或者不懂像肥棒 即是彭定康 對著你說話 講得這麼流利 這麼好聽 這麼得體的人 但他是實幹營 他做到事情 留不下 那你慢慢慢慢 香港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那些出來會說 風花雪 哄到你開心 年年起樓給你 年年派錢給你 那些人 就做政治家 最終大家知道 只有一個字 叫死 但是今次似乎 我覺得在白白事件之後 香港的輿論其實偏向出入知 支持他 我不知道這一點反而 反而 會不會成為了他的死亡之吻 不知道會不會是 死亡之吻 反而輿論這次 不是說 好像從輿論去推走了 徐立芝 反而 事後的焦點 仍然都在警方 聲討也是警方 後來聲討也是警方 所以就說 今次這個事件 如果徐立芝 因為這樣的事去走 都是一個 原則上是一個政治事件 為什麼大學校長 應該是以他的學術的水平 他的管理能力 各方面 似乎他又不差 他自從辭職之後 他其他的同事 又很讚揚他 即是說出他 甚至可能是歷屆 香港大學校長的 最優秀的校長 真是奇怪 那會不會真的 會挖沈祖瑤過去呢